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進報 我是方啟宇 馬上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台積電飆到294.5元新高價 市值升到7.6兆元 外送員意外頻傳 蘇貞昌表示進行勞減行為 智慧影響市場加溫 電信商拼本土化 民生工業產值創下22年新高 今年渴望再成長 好 帶您關心台股 美國重大財報出路前夕 市場觀望 歐美股收低 台股14號啟動補漲行情 股價飛越萬一大關 今天大盤續強 台積電持續點火盤中一度 來到了11126.45點 創下2018年9月以來的新高 分析指出 台股支撐為月線 約在10900點附近 壓力為11200點附近 技術指標短線人偏多 貴美指數線形顯示 孔短線整理 現期法人琢磨叫聲的族群 包含PA 散熱 IC設計 PCB 生計等供您參考 好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WTO爭端解決機構 10月14號召開臨時會議 正式批准美國每年對從歐盟進口的價值 75億美元商品徵收額外關稅 預計美國最早將於10月18號開徵關稅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9月份成民居民消費 價格年增3.0% 其中又以食品價格上漲最多 達11.2% 主要是受到豬肉飆涨所致 光豬價上漲就約影響CPI上漲 約1.65個百分點 美國轎車平台UBER於14號宣布 公司已在旗下包括美食外送平台UBER EAT 在內的多個團隊中 財源約350人消息公布後 UBER在14號股價收漲3.29% 海外資金專法上路至今即將滿2個月 根據財政部最新統計 申請試用案件已增加至29件 預計會回資金攀升至新台幣65億元 比2號時所統計的30億元規模翻倍 新產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週三登場的電子展智慧能源州等 五大展覽今年首度舞展聯合展出 昨天特別舉辦展前記者會 外貿協會表示大約有16國買主來台采購 舉辦四百場的洽談會 各協會代表也搶先公布展覽亮點 由外貿協會主辦的台北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州等舞展 今年首度聯合展出 電電工會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等相關協會代表 在展前搶先公布五展亮點 它的可看度提高 那來參觀的時候效果會更好 超過十萬的這個專業人士會來參觀 安排了四百場的採購洽談會 這是一個社會的重要的一個展覽 而不是只有科技的展覽 不是只有業界的展覽 這樣的話我想以台灣過去里基的這個優勢 可以做很多的未來性的連結 根據今年一到八月出口統計 前三大成長優異的產業 分別為電腦零配件 自動訊產品以及儲能電池 也都能在這次展覽中看到 其中的台灣國際智慧能源州 綜合太陽能 風能 氫能 及儲能四大能源主題 165家國內外再生能源廠商參展 讓台灣能在再生能源方面 找到更多solution的一個 一個最好的一個展覽跟會議 那這個對台灣的在能源的永續上面 其實會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將來我們希望能夠推廣到學生 推廣到社會人士 AI也好 5G也好 它不是一個科技而已 它是一個生活性的改變 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一個發展的未來 如果大家不完全了解的話 光是科技人沒有辦法 成就它的最大的一個未來性 五大展覽跨領域結合電子零組件 能源 光電 雷射打造電子與能源產業多樣化 電電工會表示 這次還特別結合音樂節活動 希望將科技更貼近民眾 吸引年輕人進一步投入科技產業 好 但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方博社 中國黃金投資和金石購買力 是持續衰退中 金融時報 英國債券收益加 吸引外資湧入 達到千億英鎊 創下兩年新高 華爾街日報 美股基金第二季淨流出 達到600億美元 規模為2009年以來的新高 使基金贖回壓力大增 日本經濟新聞 它即被颱風帶來嚴重的淹水 日本多家汽車電子工廠停止生產 好 臺灣是全球第四大工具機 出口國有七成的精密機械跟工具機 還有零組建廠都在中部設廠 相關加工廠超過百家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企業如何求得生存呢 有一家成立超過20年的加工廠 創辦人就表示了 唯有誠信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加上專業的加工技術跟品質 也讓臺灣業者獲得 日本光學大廠的青睞 一盒座就是20年 各類金屬加工產品 厚薄曲線造型詠異多變 考驗著加工廠的技術 像是這一個哈雷機車前輪的卡前零件 光是內凹前面可大有學問 像這個凹的曲面 考驗我們機台的穩定度跟刀具的剛性 才有辦法把它做得比較綿密 度硬弱的表面處理起來 才會有這麼漂亮的表面 這家位於台中工業區的零件加工廠 成立二十多年 簽成為製造加工 不僅拿下臺灣哈雷機車代理商的零件代工資格 也是日本知名光學大廠指定合作夥伴 從草創出期 雙方便開始合作 二十多年來 建定這家零件加工廠的技術與品質 細部擴大代工項目 涵蓋通訊 機械及光學等零件代工 幫他們生產一些生物型顯微鏡的基座跟支架 還有一些相關的壓住件的後加工 我爸爸曾經就是把打壓的量品 在第一個時間就坐飛機 然後送去給日本的客戶這樣 你的初心 然後可以讓他們感受到說你的付出這樣 二十年前我父親 這個是我那個日本的客人 然後這個是二十年前的我 台日國旗高高掛在日本廠房 象徵台日友好 這張照片第二代接班人 董事長莊志凱 用來提點自己 不要忘記父親創業的初衷 基於合作信賴 日商還加碼半導體相關零件代工 也獲得台灣氣動工具龍頭大廠訂單 以應趨勢發展 導入自動化 從壓住 CNC加工 阻力到表面處理等 一條龍生產 我們每個製程都有自訂標準化的SOP 阿吉後續落實每兩個小時的品質檢驗 投資了一些精密的糧具跟加工機具 我想我可以達到日本客人的要求之下 相對來講我應該更有把握 可以讓打入那個歐美這個市場客人的要求 台灣是全球第四大工具機出口國 有七成精密機械 工具機以及零組電廠 都在中部設廠發揮情聚效應 面對國際情勢和中國大陸的低價傾銷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二代接班實屬不義 76歲的創辦人趙春酬認為 國有誠信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誠實 工具要做得好 品質要精進 我想是 我先生已經走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 都秉持他爸爸的用功 多加的努力 更上一層樓這樣子 最好看會比爸爸更好 媽媽辛苦你媽媽 爸爸留下來好的基礎 我跟哥哥會努力在幫他發揚光大 相對很辛苦地從我爸爸的手上接過來 然後但是我不希望說在我這裡就消失 我也希望說我可以把這個產業再轉到 傳承給在下一代繼續地進行下去這樣 父親三年前因病離世 身為長子的莊智凱和弟弟莊振達 扛起家族重擔 兄弟倆在專業上分工 工廠也通過國際品質認證 ISO9001 ISO14 後來 莊智凱體驗到 未來綠能產業的重要 因此投資 太陽能產業 4年前就已經有在規劃增加這個公司的一些 那個生產的品質 從父親創業時35坪的廠房 如新規模達到五千600坪 莊智凱和莊振達不斷精進加工技術 穩固MIT優良品質 帶著誠信的精神迎接國際市場 好 接著帶您看到明天10月16號 星期三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美聯儲發布經濟形勢和皮書 歐院區公布九月的CPI PB Taiwan 台灣國際太陽能光電展 最後是AIoT台灣 人工智慧暨物聯網展 好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經濟報 我是方啟願 我們明天再見 請見到elle 領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